在汶萊,無論是大街小巷、餐廳、家裏 周圍都是Showdown的照片 是否他都崇拜他 這間是一個尊敬 汶萊是一個君主立憲國 國民對自己的國王當然是尊敬 蘇丹他自己做了內閣總理 所以又有權力、又有威嚴 跟其他君主角是不同的 有這麼好的國王 失業、有政府工作 做事的時候又不用交稅 如果沒有屋住 政府給你一千呎的屋住 這麼好的國王 國民愛死他 還有,如果有錢建屋 民政府拿地是不用付錢的 地也不用錢? 那豈不是建多大都行 我想多大都不及這間私人住宅這麼大 這間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大宅 就是文萊蘇丹紀念館 最大?有多少間房間? 不是很多,只有2200間房間 起間有2000多個房間的大宅 來座紀念館 這間大宅裡除了紀念館之外 還有清真寺、直升機停機坪 三公里長的地下通道 有冷氣設施的碼房等等 而紀念館就是為了配合蘇丹登基 25周年紀念而建造的 裡面有很多國王的私人珍藏物品 讓大家參觀 我們進來這裡參觀 都要脫鞋的 因為要對蘇丹表示尊重 但是如果你是高官就不用了 全世界的高官都是達權的 這部叫做龍鏈 就是為了現任蘇丹在1968年登基的時候建造的 可以說是文萊國寶之一 全長22米 高和闊都是3.5米 龍鏈的底部有6個車輪 要用48個人才能夠拉動 車身前面左右兩邊都是斧頭封身雕刻 都有成兩米那麼長 全部都是雙金雕刻 手工很精緻 座位上面就是鋪了一塊虎皮 這個龍鏈是蘇丹登基的時間用過一次 現在我們中國廣西就有一部 難道龍鏈也有A貨 其實就是在2005年 這個東盟博曼會的時間 蘇丹複製了一部是送給中國的 喔 皇帝出巡就不少隨身示位 這就是皇帝登基時候 他隨身的示位所拿的盾牌 只能看到這些盾牌 就可以想像到 如果有些示位在旁邊的時候 有多隆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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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